大龙江古寺 抱你能听懂 豆丝杨杉丝 听听张杰尸 到底对错 奉行能来听 遇见上舍正正正正复 别被十二公里的地方 有从 从从不达一百六十口人 没有什么福音 从里头人来 就靠种点语教啦 过啦 散药袋啦 等等生活 这种从来就叫 这么这从 这叫名字了 大伙可能觉得有点狗扣 还非常莫盛 但至于敌夫呢 非常骗骗的小虫状 却是一个圆圣台的十万桃源 据说是奉金有美 文化天报 当然咱们今天 第一不是靠种聪明的由来 第二 不应你逛逛老苗老远老坏树 这是这类是要钱的事情 今天呢 咱们给大伙刷刀刷刷 在蒙之虫 有一个古苗 它叫庆诗诗 也叫诗诀诗 这里头呢 有一个生气的传说 所以诗诀诗呢 据考证 四家于明万里 十千年七月 后来念旧诗秀 宋徽压总 献后两次 一家秀山 在庆道光 二十二年了 把这座苗秀建 在了从别半的一块 大庆诗上 因为够里头都是荒石头 这又内外的地方是庆诗 所以这间四庙呢 就干明为庆诗诗诗譬中 成唾诗诗诗 原来建在 上氏塘背后的一条大山沟里头 据四苗呢 他不太大 安安静静 不过呢 四苗里头的宿诗老和尚 不羞心百 kalau 不敢好死 不敢善死 雷用佛名气难把女 收敛千财 这为了老百姓 实在看不下个了 就把这老和尚呢 就给连上走了 把这苗塘呢 就烧了 8月4秒整个除掉了 所以后来连冲的时候 这要冲 就叫下有这 粗死冲 4秒回了 这老和尚真能走了 虽然你也不敢正经死了 带上徒弟小和尚 就套到了 燃家狗跟乱石村交接的 一个地方 叫约盛业者 那个三高国胜 这有一个20来平米的地方 就捡起这座小庙 就该躲下来了 那这就此后来的 十举死 所以这老和尚 选的那些地方呢 叫约石塘狗 死倾压这狗 到秋林的别径子底 两个狗这老百姓呢 从那个到河别 下狗掳成嘴景 不纪念了 这十举死由巷火往生起来了 看来这老和尚呢 还是有点头闹 盼了他盖些贵政 不过 这当时 苗里头养了一头猫绿 这小和尚每天就围绿 都到这周围干操 不过这些地方是咋了 这才多草烧 小和尚每天干操了 都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么这一天 小和尚就来了 达家狗 打载狗的梁梁上 这辽家洞边 这鹿鸦狗里头 有一片这鹿尾 长得是浓和松松的 营营 他就肩膀跑到这狗里头 很快就把那一片鹿尾 就盖下一片 这空后 散到苗里头 正好呢 这鹿呢 正好狗成一天 第二天小和尚有个盖操 这没有 其他地方没有操呀 他就又倒了这些山上 就往了往 一来盖了鹿尾的地方 又是烙和松松的 烙营营的这么一片 他非常高兴 就跑下去 又盖了这么一片 这时的呢 这小和尚 这天天来盖 这鹿尾的也是怪 天天掌 他也不躲 少帐也不少帐 就帐了 就被盖操的那一块 这小和尚这非常高兴 你看这有生死 有能早点盖完活 还能扫带上这地方算算 他说三清水修 再算了 死里头这老和尚 看见土地每天 盖回来的草 都一号 全是露味 而且哐哐大小都差不多 他就气了怪了 晚上了 就吻起这小和尚 盖操着这死 小和尚呢 他就不敢硬 如是小狗 老和尚反复四目 就盖到这死清了气窍 想了好几天 他终于想明白了 所以这一天 天还没有凉了 他就叫起这小和尚 带来这 铁铁铁铁铁 到这张鹿尾的地方 然后这小和尚 赶到鹿尾 他自己就拿绝了 就泡着兔 用铁铁往地下挖 挖了大概三次 车来剩了 就给挖出一个细脸盆 再看看这细脸盆 他不打不笑 喝不溜秋 既不想痛 也不死天 这老和尚不敢带满 晚上了就有一块红布 把这细脸盆来抱住 他就踹到这坏里头 不回了 失去死 死里头了 仰能一只大黄狗 这老和尚 就用这碰了 就给围狗 然后这奇怪的死 就错鞋了 碰里头的肺 狗铁铁铁铁 他就这么晚 那么这一天 这狗呢 惹这老和尚 给动了鞋了 老和尚就踏下一只鞋 就大这狗 一尸瘦了 就把这鞋 就给买到这狗 就碰碰里头了 老和尚就胜兽 去这鞋 去除一只 这碰里头还有一只 去除一只 怎么还有一只 结果呢 就去除了一大堆鞋 不过这一大堆鞋 都是有缺的 因为坐去鞋 没有满进 碰里头的鞋 还是咋去 也去不满 从此以后呢 有了这碰 这老和尚就发了大菜了 发了菜以后呢 这老和尚就愁毛病 气难把女 这愁毛病就有来了 死监长老以后 这管夫就指导了 老和尚就怀死了 管夫呢就前来 抓納这老和尚 老和尚听说 管夫来了 带上小和尚 补上那碰 就往这 爽个洞 溅到的地方了 就跑了 走到板坡里头 怀里头碰子 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这老和尚就补不动了 就把这碰了 就放下来 放下来就怕这管夫给抢走了 就在这个了 也跟这小菜树地下 就没了 这小和尚就说 师父啊 你看这 麦塞个多豆丝菜树 咱以后找不见 这样碰到咱呀 老和尚也笑 嗯 这徒弟说得对 他坐下几号就行 有几号就不怕 行不见了 这老和尚就随即 把那小菜树 给拧了一下 这小菜树呢 就被拧到这树 就给开了 树烧了 就给转了一圈 这一看 这跟别的树呢 都不一样了 你看这别的树 都是树价价的 这根树呢 这大脑就整个 就给拧断了 然后他们试图呢 就不该救流 就着之就 抛进神塞 说是过了几年以后 这管夫就不再追究绝死了 他们试图呢 就返回来 就心里碰 没有想到的是 满塞边野的菜树 都给撑了 扭了 要歪了头 所有的树 张响 全部淹没一样 原来那地方 根本心不见了 那碰在那个没呢 那当然 那也看不住了 昨天怀死的那些 老河上是 油漆油漆 不久了 就给骑上了 小河上 这把四伏 没在了 人家沟的渔苏沟 从此以后 这地方就叫 少河上风 直到现在呢 那些不仁不仪的 老河上的风头 对他还有 盛严这 逝去死的小苗 没有了 不过呢 还能看见一些 瓦片片 还有一个 失念派 就给留下了 留下所有的证据 小河上后来呢 就来到这 灾蒙之冲的 庆诗寺里头 到了主持 好了 那么 进来主持经的故事 灾蒙之冲的 诗诀寺 老河上 惰心不依 鼻子鼻的 这么一个传说 如果大伙 谁知道 有意思的传说 你搞给我 我扶着传播给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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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